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女儿和女婿即将洗得柜子 丈母娘却对女婿大骂 你个骗子 不仅骗了我们家女儿 还骗了我们全家人 女婿买的婚房被丈母娘发现 竟是女婿租来的 先呢租一套大房子 再找人做了一个假的房产证 女婿为何如此大胆欺骗女房 女婿和丈母娘将展开怎样的战争 女婿绑了丈母娘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的人们 都在家陆陆续续的做饭 突然从二楼的崔大婶家 传了一阵哭骂声 崔大婶呢对他的女婿王大明 大声的怒斥道 王大明你个骗子 不仅骗了我们家女儿 还骗了我们全家人 我们真是为你丢尽了脸面 你不配做我们的家人 崔红听妈的话 明天你就去跟她离婚 被骂的女婿高高大大的 一表人才 却是被骂的面红耳赤 逼着头一声不吭 那么崔大婶口口声声骂的女婿 是骗子吗 果真如此 他们家是怎么被王大明骗的呢 当年 王大明从农村考上大学 毕业之后呢 应聘到一家大型的国企供职 他给人的感觉是老实厚道 工作积极 赢得了单位领导的器重 还把他列为重点的培养对象 既然介绍啊 他认识了崔大婶的女儿崔红 崔红父母都是国企的双职工 崔红呢 又是家里的独生女儿 打小啊 在家里被父母是视为掌上明珠 知道女儿和王大明恋爱 崔大婶本来是不会同意的 觉得王大明是农村来的 家境不好 门不当户不对啊 但是介绍人说 王大明很受领导器重 是潜力鼓 所以呢 崔大婶也就勉强同意女儿和他交往 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崔大婶为了女儿今后着想 就向王大明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必须先买房再结婚 后来啊 这个王大明真的给崔大婶拿来了房产证 上面还就写了崔红一个人的名字 当时那个高姓啊 心想这女婶还算是有实力啊 为了结婚不仅出钱买了房子 还只写了我女儿一个人的名字 可见小伙子很有诚意 立马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然后小两口结婚就住进了那套房子里 一年之后 崔红怀孕了 要生孩子了 崔大婶呢 就住了过去照顾自己的女儿 崔大婶搬进女婿刚买的新房里 一想到自己就快傍上外孙了 美得是喜笑眼开 庆幸女儿找了个老实厚道的好女婿 然而没过多久 一件事情的发生 是崔大婶彻底改变了对女婿的看法 在崔大婶看来王大名其实就是个骗子 有一天王大名外出上班去了 崔大婶呢正在帮着女儿准备孩子出生要用的东西 突然有几个陌生人敲门 进门呢就对他们娘娘说 你们已经拖欠三个月房租了 你们必须付清房租 然后搬走 崔大婶气愤的说 你们什么人呢 胡说什么呢 这房子是我们买下的 怎么会是要付房租呢 对方说 什么 房子是你们买下的 房子明明是我的 是我租给王大名的 说着还拿出了这个房产证和租房的合同 这个租房合同上 那可是明明白白的王大名的签名啊 这个时候崔大婶和女儿才知道房子果真是王大名租来的 等到王大名回家后 在崔大婶母女的逼问下 他终于说了实话 崔洪手里的这份房产证是王大名在地摊上让人给做的假证 怀孕中的崔洪知道真相之后 当场昏运过去 孩子差点也就没了 这件事让崔大婶认为王大名是骗子 要女儿呢 立马跟他离婚 而王大名却委屈的为自己解释 他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被丈母娘给逼的呀 他说 家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丈母娘一人说了算 连女儿崔洪的婚事也是一切都要听当妈的 照理 看到这样的丈母娘 别人家是躲都来不及 但他不想因为丈母娘的原因和崔洪分手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他确实非常喜欢崔洪 崔洪单纯可爱 和他妈一点都不像 对于崔大婶提出的要先买房再结婚的要求 王大名呢 案子较苦 案王大名现在的收入是根本没有办法买房的 而自己家境贫寒 父母供他念完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怎么可能再帮他买房子呢 王大名审知 家境贫寒的自己根本买不起房子 但是一想到可爱单纯的崔洪 自己又不甘心半途而非 面对如此难题的王大名是进退两难交集万分 经过几番思索后为了能够和自己深爱的女人结婚 王大名做出了一个平常想都不敢想的决定 先呢租一套大房子 再找人做了一个假的房产证 然后拿着这个假的产证去讨好未来的账名 说是房子买好了 果然崔大婶看到产证之后啊 心里甭提多高兴啊 丝毫没有怀疑这个房子的来历 王大名终于如愿以偿 在崔大婶的一手操办下和崔洪顺利的完婚 老婆终于娶到手了 孩子也快生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房主怎么就找上门来 催要房租 使这件事情败露了呢 王大名也是一肚子的苦衷 他是被丈母娘逼得越陷越深 包袱是越被越大呀 王大名每月的工资一万元左右 妻子崔洪呢 怀孕之后就不上班 也就没有了收入 他们在市区租的这套房子 每月的租金在五千块 加上平时呢 还要孝敬双方的父母 特别是孩子马上就要咕咕坠地了 开销就更大 王大名的工资根本就不够花 后来只好采取拖延房租 可后来呢 房东看他不支付房租 就上门讨房租 正好崔大婶和崔洪在家 终于知道了真相 蛾之女去用假房产骗婚的真相 丈母娘怒火中烧 为这事 崔大婶一边和王大名闹 一边呢 逼着女儿要离婚 王大名本想挽救婚姻 却引来一场牢狱之灾 自己居然连青少儿子出生 都没有看上一眼 王大名发誓 一定要在狱中积极表现 王大名为什么会锒铛入狱 他出狱后还能否与妻儿团聚 女婿绑了丈母娘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知道真相的崔大婶 认为女婿王大名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立刻逼着女儿要和王大名离婚 也就是我刚才在节目开始 所讲述的一幕 女儿崔红该怎么办呢 她会听母亲崔大婶的话 可崔红对王大名还是有感情的 像当初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无论是刮风下雨 每一天上班下班 王大名都会来接崔红 何况现在又有了爱情的结晶 所以崔红觉得自己是爱王大名的 他觉得自己能够原谅王大名 毕竟王大名是为了达到和他结婚的目的 才伪造这个房产证 他去骗人的 所以崔红他自己不愿意离婚 但是这个崔大婶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 他能够原谅女婿吗 甚至从女儿的意愿吗 为这事 崔大婶一边和王大名闹 一边逼着女儿要离婚 崔家搞得是狼烟四起 不得安省 崔大婶为了说服女儿 不要被这个王大名的花言巧语所欺骗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他四处打听王大名的底细和单位的表现 不久 崔大婶又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这王大名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他还涉嫌犯罪 他急忙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女儿 丈夫被抓的消息传到崔红的耳中 犹如晴天霹雳 使得崔红彻底的懵了 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 孩子还未出生 而他的爸爸却蹲了监狱 以后孩子该怎么办 自己又该怎么办 他不明白 王大名究竟为什么被抓的 难道果真像母亲说的那样 王大名是个骗子吗 原来结婚之后 家里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打肿脸充胖子的王大名 眼看无法继续支付房租了 人家迟早会找上门来的 王大名走投无路 又走了一招险棋 当时呢 单位的领导委派王大名 负责单位的一个项目推广 项目资金的使用权 就掌握在王大名的手中 王大名在家庭资金紧缺的紧急关头 前前后后 共进挪用了20万元的公司资金 来补贴家用 特别是支付房租 以解燃眉之际 但后来王大名的资金缺口 是越来越大 一时无法填补资金漏洞 自从房主上次找上门来 催讨房租之后 崔大婶到处这么一闹 不仅同事们都知道了 王大名用假的房产证 来骗老婆这样一件事情 单位领导呢 也开始对王大名有了一些看法 并产生了怀疑 开始呢 暗中调查 终于王大名挪用公款的事被企业的审计部门发现了 并向检察机关报了案 检察机关一路追查 不仅查出了挪用公款这件事情 还查出了王大名伪造房产证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伪造房产证是构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啊 王大名最后因为挪用公款罪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恕罪并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王大名狼当入狱的那天 儿子王小亮出生 入狱后的王大名真的是悔恨不已 自己居然连青少儿子出生都没有看上一眼 王大名发誓 一定呢 要在狱中积极表现 希望能够早日出狱和家人团聚 每天面对着高墙铁窗的王大名追悔墨迹 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着自己的妻儿子 崔红怎么样了 孩子还好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使得王大名寝食难安 原本就不看好自己的丈母娘 会不会落井下石 趁此机会拆散自己的家庭呢 那么此时崔大婶正在忙些什么 他能给王大名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崔大婶正劳心安排自己的女儿崔红 跟王大名离婚 王大名租的房子自然已经退掉了 崔红和孩子呢就住到了父母家 王大名在监狱中一封一封忏悔 和表达相思之苦的信都寄到了崔家 但是都被崔大婶一一的销毁了 正坐月子的崔红是一封都没看到 后来崔红要去探监 被崔大婶极力的阻止 再后来 由于分离时间毕竟太长了 也经不住母亲的催促 崔红呢 开始和母亲托人介绍的这个新男朋友交往 也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 崔红的离婚理由能成立吗 一中服刑的王大名是否同意离婚呢 王大名接到崔红的离婚起诉书的副本的时候 心情非常的沮丧 他沦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还不都是为了和崔红结婚 为了这个家吗 为了自己的所爱 不得已而犯下的罪行 这一切只能证明自己对崔红有着深厚的感情 怎么可以离婚呢 他坚决不同意离婚 法院经过审理 也仔细听取了原告崔红的意见 发现啊 崔红对王大名是有一定感情的 内心对王大名是有歉疚的 现在提离婚更多的是父母干涉的缘故 法院做出了不予离婚的判决 拿到法院不予离婚的判决书的时候 狱中的王大名感激涕零 通过这件事情他也知道崔红对他是有感情的 他对他们的婚姻依然有信心 他希望自己好好表现 争取啊 早日恢复自由与妻子和孩子团聚 不久 王大名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提前半年出狱了 王大名出狱之后就赶紧去找崔红和孩子 他们毕竟是一家人呢 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啊 但他不知道 在他服刑期间 缺乏主见的崔红 在母亲的说服下 打定了离婚的主意 目前呢 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 出事后 王大名曾经给崔红和崔家打电话 但是崔红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换了 他只好跑到崔红家 找崔红问个究竟 那一天 在崔家的门口 他看见了最不想看见的一幕 一个陌生男子出现在妻子身边 王大名怒火中烧 哥们 不想惹麻烦的话 离崔红远一点 他有老公 妻子和儿子突然消失 王大名找丈母娘要人 却被丈母娘羞辱 你也不照照镜子 瞅瞅你自己 配不配得上我们家崔红啊 王大名是否还能见到妻儿 还有能否搞定这个难缠的丈母娘 女婿绑了丈母娘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个男的开车送崔红回家 两人一起下车进了屋 崔大婶在门口热情的迎接这个男的 亲热的叫着他的名字 让他赶快进屋 那男的还搂着崔红的腰 那个男的开的是一辆别克轿车 看来还挺有钱的 怪不得丈母娘见到他没开眼笑 王大名气得是咬牙切齿 他在车边等了两小时 那男的还没有出来 他就上去呢 把那车的气门心给拔了一个 又等了一小时 那男的依然没有出来 他又拔了一个 直到把三个气门心都拔了 那小子还没出来 这三小时 对王大名来说 简直就是煎熬啊 比在监狱里待三天还难受 然后他又上去 在车上贴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大大的几个字 哥们儿 不想惹麻烦的话 离崔红远一点 他有老公 又过了一小时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哥们儿 终于出来了 崔红和崔大婶呢 也一起来送客 那个男的一边和他们告别 一边呢打开车门 突然看到车上贴着一张纸条 就凑上去看个究竟 看完 脸色阴沉下来 崔红不知道呀 他也凑上去看 一看 也一样的脸色大变 崔大婶也凑上去看 一看 差点气晕过去 他们知道 肯定是王大名出狱了 肯定是王大名干的 这个时候 王大名借着夜色 躲在一个书报亭的后面 他们没有发现他 这件崔红 焦急的环顾四周 希望能够看到王大名 这个时候 王大名多想冲上去 一把抱住崔红啊 但是 只见崔大婶 一把拉住了崔红 让他赶快进屋 一边呢 和那个男的解释着 这次 见到崔红 想着他焦急的寻找自己的神情 王大名断定 崔红依然爱着自己 他决定 一定要趁崔大婶 不在的时候 和崔红见面 两个人呢 好好谈谈 他们的婚姻 一定可以维持下去的 过了两天 王大名 托他和崔红 共同的一个朋友 烧信 因为崔红呢 带着孩子 出来见面 在一个饭店里 这对夫妻 在分别了 近三年之后 终于又见面了 王大名 看着自己 已经快三岁的儿子 情绪有些失控 他紧紧抱着儿子 戏不成声 王大名 一再追问崔红 究竟是爱王大名 还是爱那个男朋友 崔红没有直接回答 只说 那是我妈的安排 你知道我妈的脾气 我怎么拗得过他呢 王大名告诉他 如果崔红还爱他 那么王大名 坚决不会离婚 如果崔红不爱他了 那么王大名 肯定不会拖着他不放的 一听这话 崔红很感动 一下子呢 又扑到了王大名的怀中 放声痛哭 见面后 王大名一边找工作 一边偷偷和妻子 保持短信联系 希望奇迹 能尽快给他带来 丈母娘回心转意的好消息 他做梦 都会梦见一家人团聚 欢乐在一起的场面 然而几天之后 令自己牵肠挂肚的 妻子和孩子 竟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突然间杳无音讯 短信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刚刚平静下来的王大名 如坐针战 他偷偷跑到丈母娘家楼下 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身影 但崔红母子依然无影无踪 那么崔红母子 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啊 他们偷偷见面的事情 被这个丈母娘知道了 崔红刚认识的有钱的男朋友 对此也十分的恼怒 崔大婶对王大名的出现 并且破坏崔红和现在男朋友的关系 是非常的气愤 他呢 天天和崔红闹 让他不要执迷不悟 一错再错 那天母女大吵一架 崔大婶为了震住女儿 准备呢 一头撞到墙上去 崔红吓得连忙拉住他 一边是强势的母亲 一边是落魄的丈夫 性格懦弱的崔红 再次向母亲呢 妥协了 这次大吵之后 为了彻底阻止女儿和王大名见面 崔大婶干脆啊 把崔红和王小亮送到乡下 亲戚家去了 崔大婶以为 崔红的躲避 可以彻底断了王大名的盼头 没想到 自己却惹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一天 崔大婶突然失踪了 老伴崔大伯到处寻找不见他的踪影 就到派出所呢 去报了案 过了一天 崔大伯接到了王大名打来的电话 王大名在电话中说 你老婆 现在在我手上 明天中午前 要让我见到我的老婆和儿子 否则 你就等着给你老婆收尸吧 得知绑了自己老伴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女婿 崔大伯一时间不知所措 这会是真的吗 女婿竟然还口口声声喊着要撕票 她真的会对老伴下毒手吗 那么王大名又是怎么将丈娘绑架的 原来自从崔红和孩子去了乡下 王大名再也找不着他们母子俩 他在岳母家楼下等了好几天 实在是等极眼了就上门去 崔大伯在门口告诉他 崔红和孩子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并说 你也不照照镜子瞅瞅你自己 配不配得上我们家崔红啊 说完就碰的关上了门 王大名被这样的侮辱深深的伤害了 他怒吼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 你等着瞧 一天 崔大伯接了电话 一听的是王大名打来的 正准备挂电话 电话里传来王大名的声音 说妈你别挂电话 我同意离婚了 崔大伯一听很高兴啊 没有挂电话 语气呢 变得舒缓起来 对他说 哎 你这样的态度嘛 就对了嘛 王大名继续说 我想和您好好谈谈离婚的具体安排 您现在有空吗 呃 有空有空 好 妈 那我等一下就来接您 过了二十分钟 王大名又打来电话 说自己已经到了 坐在楼下 崔大伯关上门走出去 没想到 从监狱出来的王大名 当时还开了个车 其实这车是王大名租来的 崔大伯坐上了王大名的车 上了车 王大名递给他一瓶饮料 他接过来就咕咚咕咚的喝了下去 其实饮料里放了安眠药 崔大伯接下来就糊里糊涂的睡着了 等他醒来呢 已经被王大名绑在了一间屋子里 门被锁上了 根本出不去 岳父崔大伯接到王大名的电话 考虑再三决定到派出所去报警 警察呢 让他先给王大名回话 说同意带女儿崔红和他们的儿子 王小亮去见他 并且和对方约了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警方一路守候伏击 在王大名正准备和崔红接头的时候 一下子就擒住了王大名 也成功的解救了被王大名 关在一个出租屋里的崔大神 接下来警方该怎么处理这起亲属之间的绑架案呢 他因为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了 那么王大名的行为 为什么不是崔大伯所说的绑架罪 而是我所说的非法拘禁罪呢 因为绑架罪是把人作为人质 以勒索财物或者满足他的一些不法要求为目的 而把人作为人质 那么王大名扣押崔大神作为人质 他要达到了目的 是要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这个目的是合法的 不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不构成绑架罪 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要讲的法律关键词 非法拘禁罪 那么在本案当中 王大名捆绑崔大神 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 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王大名是个累犯 根据刑法的规定 累犯属于应该从众处罚的 但是呢 又因为王大名非法拘禁受害人的原因 是因为受害人干涉了他的婚姻自由 不给王大名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受害人也有一定的过错 从这个角度考虑 又应该呢 减轻对王大名的处罚 最后 这起案件 法院判决 王大名构成非法拘禁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 缓期一年执行 最后 王大名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 找到了新的工作 经过王大名的努力 催后母子又回到了王大名的身边 开始了新的生活 好 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再见